執法、檢控、舉證都面對很大的難度 禁無面法在外國已經非常普遍 待會我們會有新聞稿給大家 亦列舉了很多歐美國家 在很早之前已經立了禁無面法 當中包括美國多國的州份 加拿大、瑞典、荷蘭、挪威、德國、法國、意大利、俄羅斯 奧地利等國家 而這些國家大多數都是國際人權公約的簽署 所以看得出禁無面法並不會違反國際人權的基本原則 還有很多這些國家的禁無面法 其實都有豁免的條款 包括可能是豁免在工作、工作需要、醫療需要、駕制需要 的時候是無面的 所以我們相信香港的禁無面法 亦都應該是比較寬鬆 我們心目中的禁無面法 只是集中在非法集會和暴亂的時候 是禁止無面 亦都應該有豁免條款 所以是不會影響大眾市民遊行和請願的權利的 我們會不會影響大眾市民遊行為 我們會不會影響大眾市民遊行為